演唱會 這也是巴姆的兵器具 我是小鈺 我現在還是在E3的現場 那今天呢 我終於玩到了我心目中最期待的遊戲 Summer Nation 就是Prostored Formius 就是那一個 Sony要出的 PS4要出的 虛擬實境體感的演技 其中的還在開發的遊戲 下日課程 那他是 就是由那個原鐵拳團隊來開發的一個 非常不同於以往他們性質的遊戲 那這遊戲是測試什麼呢 我相信去年有注意到東京電玩展 以及跟現在依序期間發布最近消息的時候 就知道它是一個可以跟女孩子互動的非常棒的遊戲 那我在試玩的過程中呢 我第一次坐下來看 再戴上眼睛一看 它就會讓我戴到一個海邊 就是像宣傳影片裡面 這樣子完全是一樣的環境 那我去跟這位Iris互動 這個女生互動 那它這個遊戲的並沒有控制區 並不需要控制區 然後我們跟它呢 就只要做心靈的溝通就好了 我就跟它還是會有講話 它主要用女生會問我問題 那我只需要用體感來做回答 那體感我不是說像那個Connect這樣做身體動作 是用點頭搖頭 或是看某個方向注視 注視就可以帶動這個遊戲的進行這樣子 然後它會問我問題 或是需要找我什麼東西 譬如說它的皮革不見了 或是字不會唸 我只要跟它溝通 做動作就可以了 說真的這個遊戲 其實沒有出中文版也是可以玩的 玩日文版也是可以玩 非常的簡單 但是說這麼多操作呢 這個不是有其次 最重要的是它的 互動性跟靈場 你能做得很好 你真的會感覺到 這個女生就是往你這邊過來 就是會靠近你 而且甚至你可以感受到她的呼吸 即使這個不是不存在的 你真的可以感受她就在你旁邊 然後又跟你接近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子偷看她 這樣偷看她 或是看看她在幹什麼 她你就是真的 在一個虛擬實現環境裡面 來跟她溝通 那最後呢 完到最後 她跟你講說這是一場戲 然後原來老大跳出來說 哈哈哈哈 你玩得怎麼樣啊 然後很好玩就在嘿嘿 直直直到這邊 然後就拉 有那個桿子 然後把你送到洞裡面去 說這個遊戲是不是還在開發中 但是我覺得 目前這樣的表現過程呢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類毀滅的兵器 這遊戲真的能做下去嗎 這個遊戲呢 我會說它為什麼是人類毀滅的兵器 那因為你在整個過程中 它的整個世界觀 是讓你可以相信說 你自己真的是到那個世界裡面去 你沒有隔閡 你好像 我們正經驗像SAO啊 或是海客失控的樣子 完全完全投入到世界裡面 只是這是一個戀愛遊戲 不用什麼打打殺殺 非常非常的合了 也許它如果哪天出了女性版 這個男性角色在裡面 我相信也是會非常成功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期待 很久很久很久 一三整個期間 最期待遊戲的Summer Nation 試玩心得 我很期待 能夠有一天可以讓大家 一起玩這個遊戲 一起玩這個遊戲 一起把妹好像有點怪怪的 沒關係 反正你一起玩玩看就知道了 就這樣 掰掰